《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胡定欣聊天 他最近在白色強人II 飾演醫院院長 劇中的後輩不約而同多謝他帶他們入戲 兩屆事後散發令人尊敬的前輩戲場 他做事認真 事業順利 但也承認感情成績表空白 之前幾段情都無疾而終 下個月四十一歲 最近梅人Bob都替他心急 勢要幫他找到筍盤 但Bob就很為你著急 每一個訪問都提到他 因為他已經開了聲 說他要幫你找到 整個地球宇宙都知道 這個朋友很好 他很想身邊每一個女性朋友 都遇到一個好的本來 很感謝他這麼關心我 他比我更關心我的感情 你知不知道 他很長 很長 怎樣長 他會繼續訊息你 因為他都可以傳一些男性朋友的照片給我 聽我的看法 有時候我沒有回覆他 你為什麼不回覆我 其實你想要什麼 我捉不到你想要什麼 他幫我找另一半 這件事上 其實最大的歡樂是他怎樣去表現 以及他的緊張是令我最開心 他們的朋友都很高質素 只不過都真的 可能未必適合我 我又處女了 要求有很多面 首先都要眼圓 或者在條件上面都適合 我先去喝杯咖啡 我又不會每個人都出去喝杯咖啡 真的好像吸引到 我才去喝杯咖啡 那見過的人 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見過 他很大反應 不過他都問我 其實你想要什麼 我說真的不知道 你見到那個人就會知道 這麼抽象 對 如果說得出來的條件呢 一個男人先 就是一個男士 當然是鄭人君子 一個好人 和身體適量 最重要是他喜歡我 我又喜歡他 那邊的成績比較弱 沒有什麼成績 那都是同時間 真的自己的事業 就是在這段時間的事業心 是比較 真是閒事 那邊真的是 遲遠 在過去這一段長時間 你連睡都沒得睡 說什麼拍拖 也沒得拍 首先你要認識別人 你沒有時間去認識別人 怎樣拍拖 那你拍拖 也沒有時間拍拖 那你有什麼想法 沒有想法 有一個訪問 你說我單身了六年 現在更新幾年 差不多 那個訪問應該是剛剛去年做的 六七年了 對 不要再數 不需要數 你是說太理性 是在你感情世界 是比較大的一個困 就是困著你這件事 是嗎 可能是 是 都真是理性 越來越理性 終於越來越理性 以前感性一點 小時候嘛 小時候純粹你喜歡下去的 都不會想那麼多之後的事情 人大過了 到了這個年紀的時候 那件事不是 我想可能始終你都會想 真正正正找一個伴侶 不是玩玩一下 不是純粹陪你吃個飯 喝杯咖啡 那是真的一個 無論 心靈上也好 生活上也好 都是一個大家 match的一個人 變相就 慢慢來 沒得急 過往感情 算不算一些挫折 那我又不會用挫折去想 我從來 我想 每一件事都是經歷的 沒有這些過程 又不會成長 又不會令你有其他更好的 令自己更好的 樂法 那我覺得 還有 就是每個人的出現 或者你們可以成為伴侶 或者有一段感情 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那你當刻真的喜歡對方的 那全部都是真心真摯的時候 已經 不要對於錯 只不過 結果未必是理想要 阿敏姿問你 你是否被人騙過 你好像有些難言之人 不是 那個是戲劇效果 只是剪接效果 胡定欣令人佩服的是 他和馬國明在2009年拍拖大概兩年 和平分手之後能夠做朋友 在白色強人II一起演戲都沒問題 最有趣的是 不是本身我們兩個有趣 是 有趣監製都很大膽 很感覺得 他們兩個都好像自己聊得來 很直接 不如你們兩個做拍檔 然後又好像很不介意 我想 可能都真的很長 我們 這段感情 是很久之前發生的 變相 大家又在同一間公司合作 又中間又合作過幾次 我跟他還是好朋友的聊天 我想我們都已經沒有把 所謂當時感情上的一些 過去擺放在大樓裡 我想我們兩個都沒有 你不會幻想到我會和他講車 講踢球 踢球就沒有 但我們是會趕車 趕車走 對 例如拍劇的時候 或者現在的劇場 都會有討論一下 開工我跟他買位 可能是會趕車 因為我又喜歡車 他又喜歡車 是不是個個X都可以這樣 都不一定 有些就不相黃還 那 有些會有聯絡 有些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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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的工作範疇 也不是普通 都不一定會需要聯絡 其實不僅止他 我過往都有不同的對象 其實都未必會是一個 保持聯絡的狀態 很緊張 因為 真的兩年多沒有開工 兩年多沒有拍戲 沒有說過對白 我想是很多各方面的因素 令到自己緊張 即是你都要去 怎樣說 拿回你的工作 這是一個狀態 還有另外加上是今次《白色強義》裡面的角色 我第一次拍醫療劇 第一次做醫生 但一來就做一個院長 還有在草案藥物價格爭取上面的一個議題 是一個題材 是這麼多東西加起來 其實在開頭的拍攝是很緊張的 我是很少在一些劇場上 要在一個這麼嚴重的題材上面 和一個對手講力 但是這個不是好像城濟英雄不是同盟 我不對我出拳 不是一個動作上面 姿態上面的東西 是一個智力 我想在我過往的角色上面 都是很少涉及到鬥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自己的角色上面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但很多其他演員 接受訪問時都說 很感謝你帶她入戲 很多單元和不同病人 每個都是感謝你 我剛剛拍完這三套劇裡面 都感覺到這個帶新人的情況和感覺 因為很多對手已經是新入行 或者入行幾年 真是年資比我淺的演員 那自己都會覺得 好像多了一個使命或者一個責任 當然因為我都會很想她 她的拍攝順利先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經驗問題 我自己都已經在這一行 都今年第20年了 在我這二十年裡面 由第一天一路以來 我都有很多不同的前輩對手去教我 去帶我 那我會覺得 這一刻就好像 其實都會令我回想我第一天入行的時候 衝上雲燒 我當衝上雲燒 第一天應該是外景來的 是拍車戲 我是很興奮 因為我經常覺得 我當時設置一個攝影機 在車裡 我那一刻還有開逢車 有馬德忠同陳偉山 我們三個 然後我覺得 在拍車戲 那些人旁邊看著你拍戲 是很有型的 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 還有 第一部戲 我當時還是一個小門 我想我在劇組裡面 每個人都 年紀上我都是比較年輕的 那大家 就是我角色裡面有阿妹 然後大家劇組台幕後 都會叫我做阿妹 那我會覺得 當刻是萬千寵愛的 是很幸福 就是我覺得很幸福 很開心 那既然 就是當日 我是有這麼多人去幫我 就是 一路以來都有這麼多人去 就是 去幫我教我的時候 我會覺得可以把那些我學到 或者我知道的 同樣地去分享給我們的口背 初入行的時候 我的原因是 因為最長歌 想做歌手 那當時一定是唱得不夠好 所以未被選中 我參加了兩次 第一次沒有入到 但是我記得兩次都在禮頓到他們的辦公室下面排隊 最難忘 我很開心 我參加的新手 還是在舊IP年代的一廠 考訓練班難不難 我不用考 我沒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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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參加了TV周行的Cover Girl 因為我獲得冠軍 其中一個獎是唱歌的試音合約 試音而已 另外就是讀藝員訓練班 兩件事都有做到 都有試音 但是當年那一刻 是想唱歌多一點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 我不是因為訓練班合約而管比賽 而是因為試音合約而管比賽 變相試音不成功 那訓練班你讀不讀 讀了先 就打開了另一條 你現在唱幾句 當作送給我們讀者 我可以唱《白色強》 這個是 I wish you well One day we'll be happy Happy oh 胡定欣的演員路平穩而上 2008年在銀流金粉演四太太表現突出 獲得飛躍進步女藝員 2012年在拳王演龍瓦的女拳手 奪得最佳女配角 2015年憑《鬼童你OT》獲事後 2016年憑《城寨英雄》嵌莊 獲第二次事後 兩次的心情其實都很不同 第一次其實我是很驚訝 我沒有想過是憑那套劇 去得到這個獎 《鬼童你OT》這套劇 我自己的演出是 在我過去這十幾年來 我覺得無論狀態和信心 都是去到谷底 可能真的是第一次 真真正正是一個 我叫做主角的角色 那 狀態不好 對自己沒有信心 所以 外出有這個反省 我已經覺得 已經是很感謝 不是我有信心去做演戲的一次 所以你問我第一次 我真的不會這麼想 覺得我 在那次的劇集 雖然他有很好的成績 但我不會覺得我憑這套劇 是得到這個獎項 拿起獎座 心情很複雜 手之有他 當然是 所以我想 我明白 過了之後 我明白我為什麼 會在那個時候得到這個獎項 因為當刻也有很多女演員 離開這間公司 現在過了這麼久 都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都真的 公司都要推 再推一推 那些藝術 又有這套劇的機會 我相信 當刻 都是這個 某程度上 我自己覺得是這個原因 第一次拿起獎項 就是拍攝聖聖英雄那一年 反而我的信心 是聖聖英雄很多 如果你假時間 要問我 有信心的話 我會 聖聖英雄會有信心 嗯 那就 沒有 繼續做好 當然 你這兩次的得獎 都會 是一個動力 亦都會為自己增添了一些壓力 就是 不可以做得不好 這個名銜 又好 亦都 又另一邊 我又不想用不好去形容它 但是 真的 好像 這個 這個名銜 就掛了這個牌 掛了在你的心上 就是 你往後的日子 打後的日子 都有這個稱號 是 是 有時候好像幾想 撕走它 是 這個是那個階段的我 是 我希望我第二個階段 就走 做第二個階段的事情 而不需要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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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胡定欣做這個訪問 見識到她認真的一面 她早到 又準備充足 衣和鞋搭到絕 就算鏡頭未必拍到 她都很緊張 上下身搭不搭 做事之餘 很有規律做gym和跑步 保持肌爆的身形 當然 我們亦都希望她放鬆一下 拍拖 如果 給她有機會約她人聊天 她會約誰呢 這一刻 我想約的 一定是 將來的 第一 我很想問她 為什麼你轉彎 到那個彎 轉了這麼久 那我又試試自己轉彎 去 快點見過你 OK OK